大家好,我是李杨,终于达到一千订阅啊,还有几千个小时的观看就可以开始盈利了 真的非常感谢订阅我的朋友,今后也继续拜托了 我现在是一个还在修行的画师,希望能够在各位的支持下能够长久的画下去 虽然我的作品还没有达到一个被广泛喜欢的程度 但跟我的一些傻傻的坚持和一些莫名的枷锁有关系 我并不想完全的按照某种公式去创作,所以还在探索 但绘画学习或者一些经验之谈,你绝对可以相信我 在我的频道,我会坚持分享学习绘画相关的知识 但更主要的是,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我的频道来看我是如何进步的 当我未来能够做出又有个性又受人喜欢的作品的时候 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帮手了,非常感谢 今天这个影片主要就是之前角色设计的影片 没有录上前期画剪影的过程 所以这个影片我就通过三个剪影设计,说明如何画剪影,如何去理解剪影 视频就两倍数,每一段都会有一些讲解 所以如果有疑问或者交流,欢迎评论区留言 在最开始,我想说,虽然剪影是设计的第一步 过程也比较简单,但是不意味着做剪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关系到你的图形意识,设计审美,形体概括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综合的能力的一个步骤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绘画者的话 你可以完全先依靠一些临摹或者是套用你喜欢的设计来练习 先多去感受这些东西 一开始我先拿猫的一个剪影的设计来说明一些基本的问题 首先呢,你在设计剪影之前,你肯定是需要去找参考的 然后你的参考肯定是要依据你想设计的那个东西来找的 比方说,那我现在就设计一个猫 那你猫就设计了很多东西 比如品种 然后是大猫还是小猫 是肥猫 还是瘦猫 还是美丽的猫 然后每一种猫都有自己独特的那种形态吧 就是剪影形态,它是很独特的 那么你就可以先通过确定一个基本形态 就得到我们第一个剪影 然后通过这个剪影 通过一个基础 然后就好像玩羊娃娃 你最开始你先需要一个裸体的羊娃娃 或者是最基本的它的形状 然后通过这个形状你再想 你这个人物是不是要胖一点 那怎么胖一点呢 我们通过剪影 你看我们这个猫咪它下面 一般胖猫这个姿势的话 它的那个下半身会特别的肥 所以我们就可以加出它 你看就可以变成一个肥猫了 然后呢 这个肥猫 你在这上面去发响 比如它可能头上有个蝴蝶结啊 尾巴上套了个蝴蝶结啊 这之类的 这种或者是毛是一种长毛的猫 天上去之后再迭代 就可以形成第三个这种剪影 那么其实一个简单的猫形象 你看我们现在就已经得到了三个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多做一些发想吧 就是从图形上 你可以看到我从图形上改变了猫耳朵的大小 整个剪影就更加的一个 怎么说呢 符号化 对吧 这形体形状更加的明显 或者是说更有特点 有一点艺术加工 不是完全来自于它的自然形态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这时候如果我们还有一些幻想 比如把它幻想成 头上像那个最终幻想 莫格里里面的一个球球在人的头上 然后有恶魔的翅膀 是吧 然后你又可以得到一个 你在这之上还可以继续调整 比如说这个本来是圆形的球球 那你现在能不能变成一个方形的球球 或者灵形的球球呢 然后 然后再变成天使的翅膀 总之后面其实到这里 你肯定如果你这么迭代 画到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肯定就已经有一些想法了 然后尽量让你这些想法多组合一下 如果想象不出来呢 就去找一些参考 然后把参考的剪影 把它安上去 安上去之后 你反正一直调到你喜欢为止吧 或者是达到需求为止 那你看我们如果是需求拿到一个大力士 那么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印象肯定就是上身特别的魁梧 下身就是那种倒三角嘛 下身虽然也很壮 但是是也是很健美的那种 那我们就有这种初步印象了 那我们先从剪影来看 我们肯定就是上半身特别的宽 特别的圆 拳头也特别大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剪影 那么像这样你看就比较卡通 这是一种卡通风格 那我们把这种卡通风格转换的稍微更写实一点 那我们就直接先改剪影 你看剪影我们就把它先通过改改变它的比例 那么很轻松的就改变了你剪影的印象 所以剪影的作用就是在如此 我们先把我们的第一印象 或者说最初的想法 我们一开始肯定不会一上来就想到 我的大力士长什么样对吧 也不会想到我的肌肉 哪一块肌肉上面有纹色 肯定是不会这样想 一上来肯定是在想我的比例 整体的印象 我要画什么风格的设计 就在这一步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就看出来 你看第三个 那我再加点头发 是不是 又是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 卡通风格吧 你看 我再加点头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我通过这个卡通风格 我如果已经定好了 我的比如说我的需求 我还是想把它改得更像一个 怎么说呢 像一个写实一点的这个人物 我还可以继续改 继续通过这种形状 继续去优化我的这个剑影 那么优化成一个正常比例的 一个稍微有点魁梧的一个人的剑影 最开始我们总是从一个基本型开始 什么叫基本型呢 就像你设计一个大力士 你先对应的人物pose 他对应的一些性格 就已经展现了你这个人物设计了 然后体型也是展现了你这个人物设计的特点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就可以现在想一想 是不是要套一个五福的裤子 像我这样画一个有一个头巾 这样去丰富他这个剑影去继续去修改 你看这个是我的动态 都也改了一下 那么你有了一个这种印象以后 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 比如说bodyguard 就是保镖的一个 甚至于呢 就是穿西装皮革西装鼻挺的 不停的变换各种要素 来让你的剑影产生变化 或者说让你的剑影好看 还有一些就是创意类的对吧 就是你的创意可以完全去 先体现在你的剑影上 你的剑影要是觉得你的创意特别有趣啊 或者是什么 再进行下一步 那你就可以减少很多后面不必要的反攻 因为你第一项印象已经做好了之后 你一个是你自己头脑调理清楚 然后本身这个印象这个形状啊 也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 那么你在后续的过程中 就肯定能够轻松不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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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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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